這個題目考是考摺疊的考題 題目說有一個長方形ABCD 然後它沿著EM這條線 把它摺過來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D都移到這邊來變成D' 就移到這邊來 把這個D移到這邊來 然後把這個C直到這邊來 然後題目說假設 EMG是55度90 腳一幾度,一在這邊來 然後還有腳二幾度,二在這邊 這怎麼算 還是要老話一句 你把所有你可以移到腳都提上去 把他都輸完 好,首先第一個這幾句你知道嗎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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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寫對不對 好,然後再來請問你 腳三跟腳四這兩個腳會不會一樣 會吧,為什麼會 因為你是把它折過完的嘛 所以三跟四一樣 所以你打幾號,做幾號打叉 來吧,做幾號打叉 打完叉以後我就突然間覺得很爽 因為我答已經算輸完 為什麼呢 來請看喔 這裡55度 那這裡腳幾度你知道嗎 這個腳四幾度 腳四 腳四是不是應該也是 對不起,腳四是不是應該也是55度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腳跟這個腳是什麼腳 叫做內錯腳 所以內錯腳會這樣子 所以這裡55度 所以這邊呢也跟著55度 所以 腳三也等於55度 哇那超爽的 請問你 1加3加4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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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4加4加1加8 所以換句話說 腳1怎麼算 腳1就等於180度 減掉這兩個腳就好了 啊這裡55 這裡55相差幾度 是不是110 對不對 所以答案相減等於70度 所以答案出完了 腳1就70度 3加4 3等於4啊 然後你說 又會寫內錯腳是不是 沒有 3等於4不是因為內錯腳 3等於4是因為單純 你也不是腋脂肪測過來而已 你應該是寫 腳4等於腳5等於55度 這樣你可以寫內錯腳沒關係 這個可以寫 OK啦 只是我想你跳的比較快一點 好那第二條你腳有幾度 腳2 來你看一下1跟2是什麼腳1跟2 1跟2是不是頭車內腳 復古的吧 所以既然腳170度 所以請問你腳2幾度 腳2是等於180頂調70度吧 所以答案就110 那你說要是可以這樣算嗎 可以不能這樣算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2跟這個腳是什麼腳 2跟他在說內錯腳 啊既然這邊110 這邊110 你這樣算也可以 所以你有很多辦法可以算 我的方法不是唯一的喔 很多方法可以算出來 好不好 好這個你把它寫上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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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